詞曲 李宗盛 我是黃聰林醫師 在兩年前我曾經在粉絲團上面 分享一個動畫叫做《雲上的阿里》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影片 你一定當場在螢幕前面落淚 因為在那個動畫當中 畫著真實的讓每一位家長 每一個爸爸媽媽 能夠開始回到自己的內心想說 其實我陪伴孩子的時間 不知道還有多長 而且在那個動畫當中 也探討了死亡這個議題 事實上這位會者 他的名字叫做陳錦雯 他有另外一個讓我覺得更催淚的作品 就是我手上這一本《象爸的背影》 《象爸的背影》裡面的主角 要被天神接走的是這位爸爸 而這位爸爸在離開之前 他開始回想著 他自己與孩子相處的每一天 他開始想著 牽著孩子上學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陪孩子吃飯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甚至這個故事到後來 他在天上看著自己的家庭 繼續過每天的生活 但《象爸只有一個願望》 他說我希望在我離開的第一天晚上 為我哭泣就好 那些你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一邊跟我說再見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曾經想過死亡這個課題 如果你自己可能正在跟病魔對抗當中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最親愛的爺爺奶奶 正要離世 請你一定要看這本《象爸的背影》 《象爸的背影》 在《象爸的背影》 T m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